皈依是学到修道的开始 道家认为万物皆在运动之中 一切有形的事物皆源于一个点 这个点源于无 而无则源于一种不生不灭 自然存在的东西 老子称其为道 皈依的目的 不在于你是否取得居士资格 也不在于你是某大师的弟子 身份比谁高 更不是为追求财富名利 或解脱病痛之苦 而是真正求得心灵的解脱 学最上乘发大愿度人度己 为救度众生为皈依 真心发愿 皈依道门 坐到持杀到妄淫九五戒 即可称之为道门弟子 皈依道教的人 不受年龄经济地域民族的限制 无论你是修权真派 还是修正一派 都应明白皈依的真意 脚踏实地去修行 修正自我 皈依后 要恭敬每位同修之人 把自己的师父 其他道长 极有道之人 都看作师长尊敬 对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 要以身示范 引导他人信道 奉道行道 以普渡众生为己任 渡人为最大的功德 台中市南区北极玄园公道观 卢元熙道长 电话 04-2265-6052 我们下转型的呼吐 我们下转的心情 在独大 海里面